在加拿大逛超市你总是能发现超市把一些东西放在门口卖 冬天一般放点溶雪机玻璃水啥的 夏天放点大西瓜水果啥的 买的时候你把它拎到室内的柜台结账就行 但是室外这一片是没有人看着的 也就是说想拿走就拿走了 没有人管 这东西全凭自觉 但是我来这这么长时间 我从来没见过有人直接拿走不结账的 但是进了超市你就会发现和外边相反的情况 这种情况我已经不是第一次遇见了 这哥们可能肚里有蹦 直接拿起来一个死亡小楦窝干了 喝完了就直接放回原处 都说是在哪跌倒了在哪爬起来 他这是在哪起的小楦窝就放回哪去 从这个瓶子来看 这哥们肯定是个朴素的仪 这逛渴了人家不喝饮料 人家饮料贵呀 人家挑了瓶水喝而且还剩了一半 但是你这一手指头下去给人把这件水扣开 人这件水就没法卖了呀 这还有个逛饿了的 给人把巧克力吃了 他把这吃完的纸放在大巧克力上 仿佛是在诉说 告诉店员 哎我虽然是吃了 但是我没挑那大的吃 大的贵呀 我挑了块便宜的吃 这个思维呀 你真他娘的是个逻辑鬼才呀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们 只是极少数人才这么干 因为啥呢 你看这货架 真要是吃起来喝起来 这点东西也不够啊 我也见过讲究人 人家吃完喝完了就拿着空瓶子包装 来前台结账了 那不讲究的就直接撇那儿了呗 所以呢 加拿大人有素质高的 也有素质低的 正确看待啊 咱哪说哪了 听拉拉鼓叫 还不中庄家了 大家看见啊 谢谢大家